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顾师傅 你好 这个真是制作分针的材料啊 对 我们的风筝就是一段显的 因为这个风筝 应该就是说 针就是明 就是琴弦 就是一种乐器 就像那种古增一样那种乐器 古增业器 就是说 在潭朝寺里面就提到 那个功弦身 就是弦身 就有弦身 我们这种风筝上面带扇的 全部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哦 我们还闹了个笑话 本来说百姚 百姚 我们还以为是个地名呢 不是 是分针的那个 百姚是个风筝呢 就是说它里面呢 一种 一种 因为它风筝有 硬字 软字 串字 板类 立体类 好的好的 其实种类 其中的一个就是板类 对 所以南通风筝总结一下 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有声音 会发出什么 带扇 带扇 因为这种带扇 带扇的风筝呢 它在历史上的话 就是说 送到的时候 就飞行飞行满满满满满满 那它具体是发出什么声音 像铃铛一样还是说 它发出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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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种声音 像这种风铭 对对对 那铃铛不一样 是不是声音也不一样啊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铃铛一般来说 这个我们称为扇子 扇子 扇子呢 它有大有小 小的那个扇子就是发出高音 再大一点的发出真音 以下那个最大的发出低音 高、低、低 不同的声音 就这样 那这个的 那个最大的应该发出声音 这个这个你看上面呢 上面有小的 小的那 大声和小声 大声和小声 这个呢就是发出低音 这两个呢 我们称为就是 枕子 因为它那个声音的话就是说 一个不长 长一点 一个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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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到了天空有形成一个接触 哇哇哇哇 它形成一个接触 这样整个的风筝的声音 都捅在这个接触里面 先画画完了以后 再扎护夹 然后再护 护完了以后 再把扇子转出去 这扇子是黏上去的吗 嗯 有的是黏的 有的又是用绳子针的 嗯 跟着那个它那里红的大脚 这个是像那个蝉的 像那个动物蝉一样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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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别的形状啊 有 就是风筝呢 它是一般的说 我们呢 这个风筝呢 它是我们的 今天就是七角 七个六角 这后面呢 一个就是六十一个 六角 六十一个六角 六十一个六角 就称为六十一年型 还有更多的 甚至几百多年一个六角 所谓几百年型的 您这是一整块 然后把中间给去掉的吗 整块的 然后再把它中间掏空 小的拼起来 感觉是越大越不好放 还是说越小越 越小越不好 像这个风筝就是这种小一点的 一般做一个要多长时间 做这一口风筝的话 单独这一口的话 也要的 就说 两天 两天啊 这个是 硬的 这个是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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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个 这个叫什么 感觉很重的样子 不重啊 不重啊 是木头做的吗 嗯 哇塞 哇 哎 好轻啊 好大呀 很轻的 这个周围是1米4米 这个是个大风筝 三米的大风筝 够大 这就是风筝 这就是风筝 这么大的一个 这是 好多个放在一起的 两斤左右 这个是您画的吗 也是您画的吗 对 这个是上口的材料 是什么 木头 葫芦 哇塞 这个面是木头 这个材料是葫芦 哦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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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去哪找这么大葫芦 哇 它就像这个大的呢 它就是说很难找 小的它还比较好找 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尼龙的 涂层尼龙的 涂层尼龙的 因为这个涂层的尼龙呢 它就是说比较轻 比较薄 我因为是两个情况 一个是我父亲 是我父亲的意见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本身的那个工作的职业 就是在工艺里面 就是考民间工艺研究 就是你也有带土地现在是吧 对 所以我呢 是这个就是 南东板药后呢 就是说 它是国家基的那个复义项目 我是这个项目的唯一的一个 就是国家基的专家人 啊 我也带了土地 但是土地呢 他们自己的话 都有自己的职业 有实验 他们就一起来做个卫生 我看您上面挂的那个 好大的那个东西啊 这些都是很老很老的 很老的很老的 很老的很老的 读不懂的 这个都是真正的事 这个是我父亲受伤的 这个地方 哇 这个之前用在过风筝上面吗 就是风筝上面的 哦 风筝上面弄下来的 就是风筝上面的 这个位置 这个飞起来也就是这种音效 有点可能不一样 因为在高空中啊 它可能 随着那个气波 那个什么 空气 气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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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声音的不同 一个是它葫芦大小的不同 葫芦大小的不同 葫芦大小的不同 再来就是还有就是 它那个口门一般的设计的话 就是说你看 这根据五季峰主要 就设计了五季峰的宽度 哦 那您这个主要是 用这个来试这个灵丹的话 是看它想不想呢 还是说 不是想 想可能想 就是问题就是说 这样试了以后的话 就是说 看看就是说我这一堆灵丹 它声音是不是配 配的话像 像这些都是配的 配的 嗯 口家基本上的宽度是不值的 不值的 它就是口的那个宽度 根据什么呢 那根据这个葫芦本身 面的刺激 很古老的气息在里面 有没有想过和现代的创新 就结合一下 有什么创新吗 有有有有 在最近有什么新作品 你像那个这一套 禅的话我提到一套 这个禅的话 哦 禅的话呢 这个就是 前年才才搞 这个就算新的了 因为它们就说 以前它们从来没搞过禅 哦 就创新了 这些创新点是哪一个呢 因为男朋友呢 都是几个新型 那那个像就是说 什么禅啊 什么这样 它原来没有的 这都是新世纪的 哦 因为年轻人呢 特别喜欢这种 以前的都有这种的 是吧 这种这种就是 九年星啊 七年星啊 六角呀 那您就是每天 基本上都创作是吧 对对 所以像这种 封城最大的话 您做过有多大的 一般的时候 在家里做的 最多只能做个三米 三米成三米 因为我本身的做饭就是二米六啊 对 放不下 这个就是十九零星 十九零星 哇这好漂亮 十九零星 这个是硬的哈 很有味道 哎 这不做很轻的 做调料 都要把它搞得很光滑 搞得这个 嗯 这都是您自己 自己自己次自 cual吗 全部都是自己手工 这是全手工 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自己手工 那又是竹子哈 竹子以后包括初夕后搏 而且让两边都是 aos方便一样的 不然的话 一边硬一边热 它就一分成 通常的主题 主要是龙啊 还有什么鸟 龙 鸟 狮子 瑞瘦 人物方面就是老百姓喜欢的 宗徽 光宫 财神之类的 其他还有就是带一些图案的 画了图案的 总的都是以吉祥为主 吉祥喜庆 吉祥喜庆 看这个画 大闹天宫 这个是正好 这个好大 这画就很精美 底下是那个 不翠画的金属 好多脸谱 哇 这真的就是收藏品 真的太好看了 这是楼下的蓝色的 对 我最喜欢这一套 像这个呢就是 哇 这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那亮多久就干了差不多 它这个颜色干得很快的 干得很快的 但是整个的上完的色以后 全部划完了以后 上面还再喷一层保护膜 噢 还喷保护膜 好 这个都是先用铅笔画好了大框架是吧 先画好底稿 然后再用毛笔构线 然后再上色 这个都是宣纸是吧 这个就是尼龙布 尼龙布 看得像纸一样这样乍看 这个尼龙布很薄 很均匀 这个干了之后直接裁剪 然后再裁剪 就是流水定的宽度 然后把那个骨架放在上面 这是骨架的一部分 这个是那个七年性的骨架 哦 七年性的骨架 你底下看到的那个就是 然后是用胶还是用绑的形式把它固定到上面 拌好了以后 这样的要焦 焦 焦焦焦焦焦把它抄上去 但是如果是封针比较大的话 像这块鱼的地方它必须要加强 要加强 要有限 再分一下 嗯